市長議員,請歡迎 謝謝主席,市長,我們三位 秘書長,我們這位秘書長,我們這位各個主席 局所長,大家早安 我先請 曾馨祖,曾議員發言 感謝我們的 紅議員、紅宗教 議長和市長,各位我們這份 很久以前 秘書長,我為什麼要先感謝一年有一個,在本選中一順的時候有在說 我去教,因為現在齁,在議會說的無關 是沒有好,但是我要表達一下齁 就是說,他就說他沒有要插政機了 他這四人齁,可以讓他一個主席心 要讓我拜託市長那一天,你就先退職,要去中央開會 開中國市府議員,之後 那一天,啊,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我才知道 我跟現在很感謝,參加 這樣說,那個..宗教,就歡迎東團宗教啦齁 國建民就要請入黨,這點我代表阿伯門幫我們做一個真心的感謝,算金錢我欠 第二點,我們要跟我們的議長感謝,國保的黨分岐 包括我們剛才做水災的那一條後,說好可以分岐,還有三千多年而已 這點我們要跟議長,不然你的圖案說的資訊有多少沒有 這點我們要再拜託,就議長一個,請我們的都法局局長 都法局局長的,這幾個局長,當時在補助處罪 是總共申請的一萬三千,三百六十九戶 當時,分析總之一順有這樣說,結果通過三千一百六十五戶 掛到這個銀建室的那裡,抽到四十二戶,總共三千兩百六戶 定義十萬戶都沒有 現時,我們又開始有一個,我一直要求,我會取負在想辦法 尤其是這番我們要做水災的高雄館,我們一間合併的,有時候想,我們市長的主民 十萬戶還聽到那裡跟我講,說我現在做水災的路口沒空,這個銀建室 這個補助的信息都可以來去證書 當時,我們的土法局局長有把分析搭移 還沒想到,因為這萬戶無,你們分析那個時候和平定,平定在五十五分 沒過都五十三五十四,分析一直這樣說,那個一兩分的平定是你們在做手啦 不然你們又有風來,又多風千六風來啦 這個問題是不是可以加強這個 尤其是,新生我困境,長主界處,中央的主界和這個人的共心,說倒退十五年啦 我們的新水水災的倒退十五年,有資金又調動兩趴 的局勢,你不知道哪些素材有起價喔 那個靠的菜跟其他菜都起價 剛才我舉這個,我們不不願照啦 也拜託議長,我們都出一個我們 那個真萬戶無過 過年有過,過年有過過年,我們高雄館是夾的總無過 現在我們有幫他補貼 那個真千五座有啦,差不多千六座啦 你說這個五十五分以上,新生中的那些人 在五十五分至五十五分,補貼兩千 五十六分以上,加上補貼四千 本身有哪兒替這些的工夫人給我們感謝 大國是不是再進一步,如果為其他人可以切架車 我們的秘書處,切架車聽不來問我啦 切架車就是大隻牛,多小隻的,架車都切對的啦 可以切架車八位,如果這宣經委,讓這個救贏 讓我們救急,沒有在救贏 讓人可以打開,這樣齁 這個請大法救救一下 啊,裏書這問題是不是可以再度來想辦法 這樣齁,讓這個,像說,靠那個工夫人 還可以靠一步,這樣救救你的看法來 市長長,老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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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經濟的變化太大了齁,措手不及 但是我也很了解,曾議員你的鐵線就是這麼多 我們很需要幫助的,這些比較困苦的 無處的啦齁,還是說比較低瘦的 還是我們的身臟的這個市民齁,很需要幫助啦 你現在還有幾百千六個月嗎 所以這次我有算過啦 這是我們自己補經費的對不對 中央如果請客,叫一個核准名單齁 差不多一千六個月四億四千萬啦 那個啦,我請到教授 是你現在這個千個月是我們 我們使用辦法,粗空客油 台書無處罰,粗白來 為使用這個令他錢,這些錢給千個月 是不是這樣對不對 是啊是啊 我再給你感謝齁,是說我怎麼拜託議長 你如果說一聲,我平身製法三年 其他的經費,如果要捨立齁 若能夠結識 結識我安保無安照 最早後有高雄貫賓病 實在是叫好年天 再來再想辦法一個公益很無量 請我好 若能夠再想辦法 請坐下這本席感謝你 另外我們的劉甘教堅 我就有跟我們講過了 這條我沒拼出來 你就有正式跟中央回聞 就是說你那三十萬以上的 價值是沒有跟傳統的全部都齊了 我沒意見齁 再跟我們講講一下 因為我跟照幾分鐘而已 你一個月用一萬一千八 就去扣無力啦 你那三十萬 一個月扣萬一戶 他六十五會扣 三十萬扣以後就九十五 就和美町委總統拚收下了你 這條有無力 你如果要扣要比較高 我有問我們的主價處 他跟一個人的生活 要兩萬幾戶高雄市啊 你扣萬一戶怎麼有利呢 這三十萬很多啊 你看我怎麼知道中央有這個用 議長這很無力 扣萬一戶啦 你如果領五十萬他就不用領了 五十萬一戶要扣萬一戶 要扣四十萬 那不就要吃 像我六十五歲來講 就要換到一百戶五歲 待會可以領三千萬呢 這有夠無力的這點齁 那個我們的劉工局局齁 有哪有哪 那個那個 這有哪到政策一個啦齁 局局好不好 來來 機長 謝謝啦齁 拜託一個你又 這條很可憐啦 好 議長 啊謝謝鄭議員 鄭議員其實上一次我們月務報告的時候也特別詢問過 那我們也正式新聞區給中央 那希望能夠就這一部分 能夠做調整 包括鄭議員也提到 所謂的勞保死亡的一個給付的問題 那那個我們都已經在做 那中央也有回文 謝謝這個 那個可能議長在高雄區 實施投一個 國保的充分局 好 知道你去那裡 有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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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請教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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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步原來是向前,要用台語,你聽我看 來,佳議局長 謝謝議長,謝謝洪議員 這件事是布袋上的事故 這句話,有我太過了 但是這句話是,手掌請央插灣店 當頭變間水中天,六間青青奔為島 退後原來是鄉前 請多,如果那個 蘇姨,你看他的台語怎麼對 趙衛米啊,趙衛米啊 秋霸青雍插灣店,第一條變間水中天 六間青青紅尾島,鐵波原來是鄉前 你如果在做布袋子,這樣幾順聽有 趙衛米啦,夠了局長 退後是退後,不是退後 沒有啦,我本來是變得給你聽啦 秋霸青雍插灣店 要不要音,第一條變間水中天 齁,這要聽聲不是借聲 六間青青紅尾島,鐵波原來是鄉前 過的冰島,鐵心組織啊 你不知道對不對,謝謝啦 所以,新宗的那邊 只要說他小口而已 你祝書,你可能祝書祝的啦 不然會,他說他小口而已 你說本土的教育,你都在推行 奇怪,台語就練得不怎麼樣 也練得不大對嘛 是不是這樣 好啦,講過講啦 還是要推行本土國語 本土語言 啊,新宗的那些人呢 啊,你是補習呢 補習呢 補習到... 啊,還沒有 沒有,沒有這裡面的意思 你解釋一下 什麼意思 來,局長說明 大家就是... 像說一樣 他在菜市民,我們在菜市民 哦,拓火麻 那我們在拓...拓lla 的時候都要拓桃 啊拓桃 其實 coupling上麗... 那個文單 會令我不 front 一切 accessories 哦,啊... 剃後,原來是方前就是說,我們剃一步,其實有時候是很賺錢 也就是說吃虧就是占便宜啦,大家這個意思 市長,這是很多的左右民啦 有時候,你剛才想不開的時候,這幾個齁,你把心中細節,有可能事情會完完啦 是 教會也是這樣啦,要辦教,不是這麼簡單啦 他剛才待會,我會接到一個問題給你請教,謝謝 這個本席有接到人的檢基課 這個檢基人,本席有實在 對檢基的內容,我去了解,修飾有可能,也很難認識 所以本席在這個內一段,今天大內一段,來講這個內容 就是說,也這麼有一個問題啦 體育場,體育場就是各...各鄉贏外動中心啦 有一個主觀,叫黃天臣啦 他每一天啊,去那簽完之後,他就... 簽外出,就跑出來了啦 啊,跑出那隊,去人家去看我們家的那裡 在看我們家的啦 啊... 酒家啦,酒家被法院啦,判決啦 胡勞役三百六十小時啦 結果,胡勞役的期間是一百公斤,五十六月啦 三百一休息,照顧的時,九半月啦,四十五天啦 但是,靠到八十禮拜,剛才唱,齁... 唱這個...一禮拜四十休息啦 所以,將近齁,賣兩個半月啦 結果,薪水交而已 去胡勞役,跟人家薪水 這是不是...問題 來,政工處理處理長,這樣可不可以? 來,處理長 謝謝議長,謝謝洪議員 如果按照洪議員,您所息事的,應該是不可以 扎臨,與扎臨新資 他沒有上班嘛,去胡勞役嘛,結果你那些薪水嘛 應該是不可以 不可以嘛齁 這個...主管,含這個五萬港,都是違法嘛 尤其是這個主管啦 他在說啦,他熟透了,我們租有這麼高級的官員啦 在座,我們才會出在烏蘭巴的這個防天城堡 所以,我當中心的主管,體育場的齁 有人沒力嗎?人家有車上車嗎? 沒人沒力嘛,沒人沒力 結果,他說,他... 實際很多氣味的官員 都很高級的,很高級的 兵雄是他的...囂張把握的情形啦 讓人家就在想啦 那很多堅定的來容,我認為不必要啦 是不是請... 請那個... 這個...中央處處長啊 可以去查明 勿忘勿重 回...回復本席,可不可以? 可以可以 可以啦齁 那就...就照這樣辦啦齁 這不能...繼續的 因為有可能啦齁 不是他... 這樣我懂得懂什麼啦 體育處啊 那個局長啊 那個教育局局長 這個... 所在啊 冰山一角的啊 有可能啊 含這個情... 烈士的一大堆啦 管理要管理好啦 有做... 就要... 領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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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請坐 謝謝啊 有看到我們經貸,這是五年一起的 那我先請教一下 我們的養工處嘛,這屬於養工處的 它是擴大投射LED燈 它是我們的評審的方法 我先問你,我有要拜託LED燈的廠商嗎? 我相信這部分,我要說的就是我沒有在拜託 有在拜託嗎? 沒有吧,處長先說 謝謝議長,謝謝陳議員,沒有 所以說我這個探討的問題,會很中肯 第一點,在我們的政策規範裏面 就是說,餘利我們要採取台灣制的我們的登據 這部分,就是說我們的能源局裏面就是要輔助我們台灣企業 這是一個最重要的 因為就是說要帶動我們國內的經濟發展 所以說希望我們一定要用到我們的國後 我們的國後很簡單嘛 就是Medic in Taiwan 很清楚 但是我現在就說,有人在說 針對這次評審之後 所做的東西,有Medic in 證明 台灣跟中國的東西 當然我現在沒有辦法 沒有人說我們現在國家、國際間的問題 還是整體起來,它的政治問題 以這個環境上,如果用日本也好 還是用中國大陸的 以這個我們的經濟部能源局裡面 它的規範是不是符合標準 這點我們的處長,是不是可以把這個部分 在我們的評審的過程之中 面對的滑條 大家一個釋法的解釋 你先說一下,給你解釋一下 謝謝議員 其實我們這邊LOD這個專案的工程 全部都是按照經濟部能源局 它有訂一個作業要點 這個作業要點裡面有一個規定 就是說 就是我們那個燈具 那個燈具的材料 包括我們的精力 包括我們的電源供應器 包括我們的散熱器等等 這些材料是要有 國產化的程度 經濟部能源局 並不是規定說全部是要MIT 並不是這樣子 它是一個國有財產化的程度 它是怎麼要訂這樣呢 最主要就是要扶持我們國內的產業的效益 產業的效益 當然你說的有一個部分的技術問題 如果台灣沒有辦法 要印證各國 我相信說 在這個燈具的組合 或者我們的技術的配合 我是沒有反對 但是你要知道 這個一個燈具裡面的底座 如果那個台灣可以借責 結果是出現了 中國桌 你不知道會看法 我們 我曾經做過電子公司的中市公司的當事 我非常清楚 但是我今天要跟你說 因為這是一個一年 這是五年的 一個福福建議案 繼續 有可能 未來我們的四年 繼續後面 會再做到一些工庫 所以你今年如果沒辦法在鑑讀 會引起到我們整體的未來 五年 的一個能源自 的一個推動 所以說這部分 我相信說 以我們的 整體上的規劃 一定要非常地清清楚 但是你說技術 你如果說這塊的技術 如果不是我們台灣可以做 當然我是覺得結合 國國 甚至美國 我是覺得說 這個都還科技 講得過去 但是這個技術 如果是我們台灣 可以做 可以研發出來 我們用包圍 我是覺得 這就是 已經失去 我們提升LED 它本身的意義 所以說 這個 我們福祉台灣LED的產業 它的過程 一個整體的 我們產業鏈 我相信說是非常地重要 我是說 你這部分 可以相關 把我們的應該去做的 包括 台南市也發展的 經貸問題 現在 台中 它是 最低標 一標 等級 十標四千塊左右 我們的標 是 以 怎麼樣去計算 是合理標 或者怎麼樣 以達到八千元 平平都今年 差了一倍 這個問題你不重視 我說 後面四年 絕對 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說 當然 我今天 資料 也非常多 但是 我希望 這個部分 可以先 和你 先了解 我想說 這個是大家 有一些疑問 當然 你可以 利用這個機會 先看你的看法 把這個問題 你先 簡單 來做一個 我剛才說的 為什麼 台中人標四千塊 那我們這邊 要八千塊 你可以來解釋一下 謝謝陳議員 其實這個 我們五都 其實 參加這個專案的工程 台中市政府 並沒有參加 台中市政府 並沒有參加 因為 經濟部人員局 他所規範的 是屬於 一直採購最有力標 當然是 知道我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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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是 台中不知道有辦什麼 一條路段 的LED 有出了一些困難 有出了一些麻煩 另外 剛才那個 既然說的 MIT 這個部分 其實 他那個 冰算的過程當中 廠商都會提出 他這個 零件 他是要用 MIT 或者是用 其他非力譜 或其他國家的 但是 我們如果冰算 全部都按照他的 冰算書裡面 就是納入 我們的合約的範疇 所以 全部都按照合約來 我們裡面的 除了 幾乎都是MIT 幾乎都MIT 但是我們裡面 又做一個小組 就是 除了我們有專職的 建造之外 我們內部 又有成立一個 查核小組 這個查核小組的成員 包括 總工程師 包括我們的 正通單位 包括我們的 承辦人員 我們 就是說 我們是有一個 查核的 查核的要點 所謂查核這個要點 就是說 我們一區 我們就去 選三條路 一條路 我們就選 三趴 這個 要求這個 要檢查的一條路 就是由正通單位來指定 我們是有這個制度 目前查核的結果 是還OK 所謂OK是有弊端 有改進 有問題 有改進 還是沒問題 這個 我們現在目前查核的結果 我們 五月九號 五月九號 在我們的三民區 有查了 三個街 兩個街 是非常好的 另外一個街 叫頂華街 頂華街 所以確實 有 紀元在說的查核 一個 中國座 中國座 所以在我們的 立即當場 請他全部改善 也在五月十五號 做一個復檢 給五月十五月 做一個復檢 也全部都改善完畢 那查核的 供需改進 我是覺得 這個就 形成一個漏洞 他要投降減了 結果 逢查核 這樣 這樣的一個處理方式 我想 是 值得商榷 這個跟陳妍報告 這 你就說 你現在 所有的 我們的 開標 的作業已經完成了 我相信說 應該 依法 我們可以公開 我們的 評審委員的名單 已經評審完 就可以公開 以照公信 這點 我希望建議 你可以來 思考 要做 當然 跟大家研究一下 這個是 一個是 對社會的負責任 這樣是不是 它這部分 你可以注意 當然 我想說 今天 為 審查前 你審查後 今天 要不 驗收 今天 要不驗收 就是 要給你有 改進的期間 要好 要求 要求的 不可以 有一個問題 發生問題 到處 驗收了 會形成一個貪圖案件 所以 我希望 你這個方面 你把它 原格 監督一下 我相信 你的人格 我也相信說 我們的 我們的 養工處 還有整體的 團隊的精神 但是 站在立場上 如果一旦 驗收完成 那時候 我告訴你 會形成一個 筆案 而且目前來講 他 他拿的資料還很多 當然 我現在 希望說 你好好的去 追查 看是不是 有 類似相關的 一些問題 可以去做改改 這樣好 好 我 他要說明 剛剛在說的 那個檢查就是 不符合規範的部分 其實按照我們的 區約上 不管是我們的 建造單位 不管是廠商 一定按照我們的 合約裡面 都有予以罰款 那另外 另外就是說 檢查到 不符合規定的部分 在他那邊 我們會再 逐一 來加強 來做一個檢核 謝謝 那這邊 你好好的去監督一下 我相信 你有能力去處理好 我現在 我要說的 就是 農基銀行 我們的都發局 侃侃而談 7月1號要實施 農基銀行 什麼叫銀行 沒有出錢 可以做銀行 來 都發局先說一下 局長 來 局長說明 有沒有出資 可以當 可以做銀行 銀行 要有資本 謝謝 我們是叫做公共資 農基移轉 我們沒有說我們銀行 我告訴你 主任秘書 對外發表 是代表你本人還是代表本籍還是代表市長 所以 農基銀行 我告訴你 台灣目前 農基銀行 它本身就是有一些問題 那 我問你 他整體 沒有出錢 可以做銀行 你就是 詐騙集團 那 不做空氣 賣空賣空 能夠當農基銀行 你不要把 抗侃而談 說得很清楚 農基銀行 他本身就是要政府出資金 政府要出 譬如說 假設 我們高雄市政府願意出一百億 一百億 一百億 經過議會通過一百億 那麼 我們去給我們去徵收我們的公共設施 八成的公共設施 你這個公共設施 他本身這個農基銀行 他本身要做一個叫做基金 他這一百億做基金 他把公共設施取得之後 再賣給我們的建商 建商如果有需要 他也能透過這個基金來賣 來買 叫做我們的一個 一個 一個整體的一個運作 然後建商買完 因為他所需的農基之後 在堅決我們的政府 這樣比較有辦法讓人完成 今天 問題沒有了解清楚 對我又檢對到 我們整體的大法公會一解釋 他是有抵觸的 所以說 我認為 有一些 第三月 我要重慶 你們剛好幾 大法官會議 解釋 我們的第四百號 你看清楚 我們是依法監督 馬鐵盧哥 對八成優励也是依法爭取 當然這都要有法令 第三月 本身 各級政府 如因經費困難 不能對上市道路前面 徵收補償 徵收 有關機關 應應定定期限 徵收補我們的裁員 逐年辦以後 以他法 來補償 所謂他法 目前 我們是依據 大法官會議解釋 第四百號 訂定 我們農基移轉 許可辦法 就是要解決 道路問題 解決公共設施的問題 我們很慶幸 我們在我們高雄市 大家 我們的大家 我們的團隊 包括市長 包括 都委會 的主委 包括 包括 包括整體 通過的 農基移轉 辦法 他能夠更寬鬆 我們符合 符合 符合我們的憲法精神 因為 一個人 當時 他的道路 比如說 這一條是 我們講的是公共設施保留地 計畫道路 那計畫道路 本來政府就要給人家徵送 結果 隔壁的 土地 一個 民生肉地 有可能是五萬 有來十萬 十五萬 二十萬 三十五萬 甚至 八十萬 一百萬 他這塊肉地 有可能 一直在賺錢 但是 我們的 計畫道路 裡面的公共設施 沒有行政修 他沒有給人家徵送 結果 較大 是人的路 較大 是人的路 較大 當時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他們 贏到人的公共設施 他們也不知道 因為這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大法公議前 本來就是要用改款 那麼 我們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說我們定定 因為財源的問題 所以說我們定定他法來做處理 他這個公共設施 沒辦法人家徵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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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今天就要用到這個情形 來做處理 這個肉地 有可能因為他的建案 起案 還是起床 有 起了非常多錢 五十萬 一百萬 每一倍 但是你公共設施 他沒有解決 這些人 屬於很弱勢 我講過 這本來政府就要承受 承受的 因為政府一句話沒錢 八十年也年了 八十年也年了 結果看到白白 一線之口的地 一塊肉地 併一倍一百萬 結果你們這瓶子都要不解決 我們的 裡面 還可以來講到這點 講到 主任秘書 對我來說的農機銀行的本意 扭七 七月一號能夠實施嗎 能夠實施嗎 我剛剛 我等一下就要去探討 你們已經 執法 抵觸到母法 你們 在我 議會執行 我也說幾次過 執法 抵觸母法 可以來實施 所以說 你們一直在蒙騙 我們的高層 門嵌 我們的高層 我們一些法令不懂的人 我講的都是法條 你今天如果沒有法條 依據我們不會去說 那你只要說我們立法院需修改 我們都按照這個 依法監督 所以說 第四月 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 就是說我們公共設施 它保留地就在我們中央法規 它從那個大法官會議精神裡面 中央法規 我們就訂定了個都市計畫法 第八十三之一條 公共設施保留地支取得 得以容積移轉方式辦 成像 我們的容積移轉 或者它怎麼計算 或者它怎麼代折角代金 作業方式 換算公式 都由我們的內政部訂定 這是什麼要請做 那我們內政部裡面 第九條 下一頁 再下一頁 第九條 它本身 它就是有這個計算公司 那第九條 再下一頁 再第九頁 這是 按法令的 接受基地 得以第九條之一 我們這是都市計畫 容積移轉時辦 接受基地 得以折角代金方式移入容積 其折角代金之金額 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委託三家以上專業 估價師查估或評定之 其所需會由接受基地人 所有錢人負擔 前進這行 代金之用途 應有 專款專用 以取得 以接受基地 同一主要計畫區裡面 第六條 第一項 第三款 土地違憲 簡單說 以這個安委員高雄市 的主要計畫區 所取得的 我們的代金 我們要解決 我們要解決 原高雄市的公社的問題 解決喔 不是會去建設喔 應該你報告料不上誓 你當作收這麼大金 可以去做建設 我們的財政局 公務局 也很清楚 專款專用 他寫得那麼清楚 來我問你 專款專用啦 你要收戚外套 要收錢 那麼專款專用的辦法 你們擬定了嗎 你們有沒有送到議會來備查 你們賣錢賣 要不要用 就要收錢 收錢 結果不知道要怎麼用 你們以為在 在收鎮長稅喔 廖水館以前收了一個鎮長稅 我們破幾年 十四年 你們以為 百姓的錢可以亂收 結果沒有辦法 為什麼全國都還沒有人家實施 你為什麼要在高雄市實施 因為你不知道 發明什麼事 要寫到人 五萬七的人 怎麼知道 這個有一點違和啊 而且你們的計算方式 三家以上的估價是 他寫得那麼清楚 三家 我問你 三家估價是難道是 會公告地價嗎 如果是公告地價 他就不用三家估價師啊 所以說三家估價師寫得那麼清楚 就是以四價 在我們的第九條 九之一條 他寫得非常清楚 規範得非常清楚 你以偷地換取偷地農金 就是偷地對等 偷地 如果以四價代金喔 我們現在說四價代金 就是用代金的30%會處理 我說這樣比較清楚 你土地移轉 比如說你公告限制這是一億 公告限制一億 你30%就是三千萬 他是用同等值的土地做一個農椅 這也是九之一條 跟九之二條它裡面的規定 來 那麼以四價 很簡單啦 最近我們無比十貫表一塊土地 表幾萬 306萬嘛 那306萬 他是要怎麼算 306萬就是併用他一千倍 就是三十億 這樣是這樣 算是應該是三十億 三十億的時候 他要委託三家 如果他核定是一個三百萬 三十億 那麼 他必須 他也當容易 面對永久性空地 三十八 因為這是三十億 所以說他要交交易的貸金 交易的貸金 你們現在收的多少 你們收的多少 因為你們收的 現在我了解起來 那塊土地有顆粒 目前人 他說三十萬 公告限制三十萬 三十萬 你要收的百分之百 你的計算分數也是三十萬 一片三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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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片 這是我的公司 中央裡面的公司 是要收多少 高頁 差那麼多 所以 你說 我說的,依法監督嘛 你們這也不是,我相信也不是說你們有一些看法怎麼樣 它就是有法條依據 剛才我講的 你抵觸到,主法抵觸到母法 為什麼差別呢? 這是很嚴肅的問題 我說這個你們都沒有報告我們的副市長很清楚 這個你用到剩下車去我幫助抵觸法令 而且你們說他一百% 然後買他徵收,目前徵收是市價 我們低政局,目前局長旗長 目前徵收市,你怎麼計算?市價?是不是? 謝謝議長 市價是不是? 市價嘛 市價裡面有一個精神的協議架構 那麼協議架構,請問一下 協議架構至少都通常 過去,我們的協議架構都是加一個公公園才加三千半四千 我現在是這樣說 你買房子,有時候給你們研究 那麼你們以公告限制一百百分之百 收一百塊 來未來正收一百四十塊 這樣政府做了錢 又減做白工,又減有可能儲罰 這有報告要最少? 你沒有報告要最少? 所以說,我不管 你認為全國還沒有人敢實施 本來五月請台中人也要實施 5月1號台中也要實施,結果不敢實施 因為要用市價去計算 除了你要去修改內政部這個條文 這樣才可以 我們的那個 副市長,劉副市長 剛才我說應該都聽得很清楚 因為你剛才 你都委會的主委 甚至你可以來詮對這個部分 因為我很怕 他們跟你說得不清楚 你們提出之後有些事情處罰 我想這個是很嚴肅的問題 這貿然 為什麼現在目前來講 中央 他一百零三年 一百零三年才要實施 也是有他的原理 辦法還沒出來 然後我們就請劉副市長 請劉副市長 請劉副市長說 因為請劉副市長說 所以你們的主任秘書 你們的主比秘書 約束一個 還有副市長說 沒有記者五歲的意思 寫得那麼清楚 說記者五歲的意思 他就去記者開設清楚 我們請劉副市長 謝謝議長 謝謝陳議員 等一下 請問再停一下 現在有英明國中的老師跟學生 63人 麗麟本會 歡迎 劉副市長請回答 感謝議長 感謝陳議員的指教 您所指稱的這個融機銀行的部分 至少到目前為止 並不是高雄市政府的一個政策 那是不是有一些在表達上面 或者是說媒體報導上面的出入 我想我回去再查一下 那融機銀行曾經在立法院 有立委提出這個質疑的時候 那內政部營建署也並沒有一定的答案 所以目前為止並沒有定案 先跟陳議員報告 那至於您剛剛提到 有關於這個融機折轉代金的這個部分 在我們內部的簽程裡面 我們認為沒有釋法上的疑義 那怎麼樣的計算標準 或釋法上的疑義的話 我是不是請陳議員 可以讓都發局來先做一下說明 我可以再補充 好 那請 你高雄沒有違法 那最好啦 但是我明明看就有抵觸啊 待會我們請教法治局啦 法治局你來準備一下 我相信這個是 越便越明 那剛才局長先說明 對 這個 一般我們這樣說融機遺轉 大家很簡單齁 就是本來有融機 刷去百歲叫融機遺轉 公共設施融機遺轉 這就比較奇怪 公共設施是沒有融機的啦 沒有融機 那是怎麼可以移轉的 就是我們怎麼定義它的 局長 公共設施沒有融機 你搞錯了啦 一條一條一條 你先等一下聽我說 公共設施沒有融機 沒有融機 你搞錯了啦 一條一條一條 中央這條做融機 因為政府沒有融機 因為本身它本身的融機 就在那邊 這條融機本身的融機 它是存在的 然後政府每一 把它這邊的融機 融機啦齁 來移轉給我們的 建商需要的 所以說把這邊的融機移轉到 給他們蓋二十樓 能夠蓋到二十五樓 你說公共設施沒有融機 你搞錯了 本來你要給人家徵收啦 他這個是意識是這樣啦 所以說你不可以說公設 公設本身它本身的意識 你說你沒有融機移 它本身的 它的潛意是在的 它只有一個潛意 它的就是可以起床 本來我可以起床 本來我可以起床 你我為作道路用地 不是這樣 政府你要怎樣去融機移 陳議員 這是中央的規定 不是我加這麼多 好啦沒關係 你拆的問題 我不是不能認同你的想法 我不是不能認同你的想法 我們公共是融機移轉的價單 那個價單在的母法 你頭上放出來的母法 就是什麼很清楚的 就是公告限制 你現在說的兩項 一項是我們增收 增收的價值 一個是融移價值 這是不一樣的啦 可能陳議員跟兩個作為說 會有這個疑惑啦 你為什麼可以融機移轉 你聽聽我說 中央訂了一個融機移轉 就是它本身這邊的融機 它可以移轉過去 這個融機移轉 那不是要叫什麼融機移轉 本身你就是 你們的心態就是這樣 你沒有融機移 你沒有融機移 倒入用電 你沒有融機移 那是栄狗 不會說過弱勢 你現在說 說什麼東西 再說一下 那時候栄狗 你還要拍兩個 他不會哀啦 他也不會哀 哀不出聲 你搞心態 心態上 有一些方便要求他們 了解一下 更了解他精神立法的精神之後 再來談這個 應該是要這樣啦 你要抑鬆的腳啦 既然你如果沒有辦法代表 你我沒有要對救太多了 你請坐 你這個部分 我是認為上 他 你說好了 我們就依法探討 第九條 委託三家 孤教師 這是 四家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 這三家都家 是以四家 還是公告限制 來計算 現在又沒有了解 這我問家 中央多了解 你沒有了解 是中央沒有了解 中央也沒有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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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辦法 他這個誰在那裡 這樣 這樣 我們中央也不了解 地方也不了解 然後頂了一個法條 你說現在 剛才變成這樣說的時候 出路越來越大 我來請法治局 來我們請法治局 可以來解釋一下 來 法治局 我相信你有代表法律的階層 我們在內政部裡面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 九支一條裡面寫得那麼清楚 這個網路有就有了 接受基地 他的折角代金是要 由我們的委託三家以上 專業估價師來查估或評定之 評定喔 這個是以市價來計算 還是以我們的公告憲值 公告憲值應該是不用殺經 因為公告憲值 經常死得到殺經 公告憲值的經常是一倍 一倍十萬就十萬 我們也不用殺經 這殺經我看到本來就是依市價 我可能我的文慈善也不會很壞 解釋條文也不會很壞 公中邀也不知道 第一方也不知道 定然會定的法律 是這樣回答 來 我們請我們 法治局 提息 我們解釋清楚 提息一下 我們有些不懂的 我們請教一下 好 謝謝議長 謝謝陳議員 其實陳議員一直對這個 代金的折角方式 很有研究 我們也探討過幾次 其實為什麼在會簽的當中 我們認為沒有 抵觸沒有釋法一義的問題 我們可以從幾個方向來看 你哪寫得那麼清楚 你解釋嗎 三價以上 顧價是四價還是什麼公告限制 因為解釋條文 不是從文字來解釋 它有時候我們要從體系來解釋 那我這個融移的辦法 那我這個融移的辦法呢 它其實它是根據那個都計法法是三條之一來的 那它是說可以融移的 有一個融移的辦法 那這個是地方有一個裁量權 地方它可以根據我都市計畫 都市的發展需要 空間的配置 我要不要讓它實施融機移轉 這是我們地方的一個自治事項 從這個體系來呢 雖然它有授權一個融機的一個移轉辦法 後面它有一個說 它的代金是用三價估價 但是我認為 這個條文是不是一個強制的一個規定 這個是有可以從體系來 我自己來啦 專款專用的辦法 你們有沒有給他督導叫他成立 你越講越 我越聽越糊塗 專款專用的辦法 這個一定是要專款專用的 我很尊重你法制局的解釋啦 我告訴你 你解釋出來啦 結果有時候這樣模糊地帶 這樣怎麼辦啊 剛才我們一個頂過的法律 中央也不知道怎麼 中央也問他也不知道 然後地方也不知道 我問你 裝款專用是什麼因素 裝款專用是什麼意思 這個裝款專用 我想都發覺 它一定也是裝款專用的 那我請問一下 你也能收給我放人民的裝款專用 不是這個裝款專用 然後我們 我們講的是裝款專用 這個是事關很大的問題喔 是 現在 現在 我要跟陳議員報告 然後你裝款專用啦 你是不是要 應該是一個辦法嘛 那你 那你 我請問一下 市府在收錢有沒有辦法 有沒有地方出去 我辦法 都發局會定一個 對啊 那有沒有變出來 你都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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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發局沒有做的 都發局 你都發局沒有做的 都發局 所以目前都發局的進度 我是不清楚 但是他一定會有專款專用的一個規定 好那請問一下 你給他問一下他辦法拿去 給你們核對沒有 因為你們 你們那個 我們法治局會一個核對嘛 所訂出的法令也要一個核對嘛 我相信說你很清楚 對不對 所以你要跟他問一下 這個辦法 看他有沒有拿出來 不是 就是說 而且不是說你們講了 也要送到我們的議會裡面 來做備查的啦 不是說你們定的怎麼樣 就是怎麼樣 我們沒有給你們審查 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在至少在備查的方式 如果沒有抵觸到法令 那是OK的 那我們有感覺到有抵觸法令 會出來來探討啦 我相信說這是一個 一個法則上的問題啦 你如果說這條 就只一條 他定這樣那麼清楚 還在解釋說 怎麼怎麼怎麼 你要解釋 我從大法關係裡面解釋 來 就是剛才我 我開門見三跟你講的 開門見三裡面講的 就是我們必須 要訂定他法來做一個補償 給政府量情緒嘛 各級政府如因經費問題 不能對上述道路前面徵收補償 有關係就訂定他的那個 另外一個釋法 就是給他的一個大法補償 那時候都要前面徵收啊 他現在就很清楚啊 大法官會一裡面就解釋啊 不能前面徵收啊 補償啊 我剛才問過地政局啊 我關台人 你們如果要違法 你們違法 我就插違法 為什麼別的選手不敢做 沒有 你要選市長呢 市長應該是很順利呢 你們都要憲於不義呢 告訴法條上的問題是誰來承認 你們都要討問氣味 所以說我想是給你們一些建議啦 當然剛才你討論的規定 請做 有比較激動 但是我相信這個都是有些聽不進去的話 不要再我們的醫師聽講 你講了一句話 中央也不知道怎麼 中央聽到什麼人 待會兒順便要討論我 那地方也不知道怎麼 會有法條出來 哇 我覺得說 中華民國所有的法律是真的有一點問題了 你這議員 打翻一船連喔 這隻軍人這樣打到一隻船 這是非常嚴重 我們是依法來行政嘛 那依法上 我們整體的司法性 我想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剛才 因為剛才講完的時候 阿副市長 劉副市長說要做撥充 我不想聽 他聽他的經營可以 我大概用這個時間來講一下 來 副市長答案 謝謝 那個剛剛陳議員 在關心的部分 有分別問過我們 都發局長跟法治局的代理局長 那到目前為止呢 因為他們的說明啊 可能陳議員會比較積極 沒有讓他們說明的很清楚 他是在我的理解當中 第一個就是容積已轉的代金的方向 確實是高雄市第一個來適用 那我們是因為想要化被動為主動 來解決現在 所謂的陸地上面 產生的一些弊端 那當然在容積已轉的過程當中 他的計算方式 其實在我們都委會裡面 其實已經做過決議 如果現在中央有規定出來的話 我們就重啟規定 那中央如果沒有規定的話呢 現在都發局他們所有簽成這些的收費辦法 都要請法治局來表示意見 有沒有法律上面適用上的困難 那剛剛我已經跟陳議員報告過 目前我們認為並沒有釋法上的疑義 沒有這個釋法上的疑義 那至於呢 也許您會提到說 如果這個移轉的代金的話 要不要有一個使用辦法 那如果現在我們的處理方向 他是一個特別的專戶來處理 那使用辦法 因為目前為止 現在是五月 我們是七月一號要正式上路 如果 都發局再請問一下法治局 確定是要有這個使用辦法的話 那我們當然會依法來處理這個方向 好 謝謝副市長 你說沒有使用辦法 收起來錢要怎麼使用 收起來都放在那裡 這條是裝款專用 那裝款專用 本身沒有辦法去實施 那敢收錢 今天在這裡研究 我相信說 在這個財政局裡面 他的相當 他很清楚 告訴你 所以說 以整體來講 司法性 我說的 全國還沒實施 為什麼全國還沒實施 因為中央他有餘力 他有餘力 所以說中央他要定這個法令的時候 相信說這也抵觸到地方 我們的行政權或者怎麼樣 他也在在考慮 所以目前來講 我們是預料法條來做一個處理 我相信說 以整體 你目前來講 中央不敢實施 跟企業為什麼中央不敢實施 當然中央的考量非常大 那麼你們為什麼不等中央的法規 中央如果定了法令下來 我們要依照他來做 不是很好嗎 剛剛有差那個半年 中央說 年底要定一個辦法出來 那你為什麼不等一等半年 為什麼你們要限於 我們的整體事務 來一個 那個司法性的一些爭議 我相信說 這個都是可以去做的 所以說 你們以這個7月1號要實施待軍 我是認為 可以去考慮 是不是可以可以中央請示 103年我們1號1月1號 有適當的法條 預期的時候我們來做 那麼可能是比較好 這比較沒意義 明明你要選舉了 不可以為了這條法令 卡在這條法令的時候 大家爭議 專管區 專國的各管區不敢實施 你們會來實施 你們一定要討問 或發生事情你們還要知道 我問過 本身 這樣的一個處理方式 它是有爭議的 而且是有問題的 不可能 有罪不罪不罪不罪 到時起訴起來問題就對了 我希望說 是不是這部分 可以來做一個 大家來做一個研究 謝謝 這個 都法局局長 當然啦 來政部 在103年一過 要來公布實施的辦法 因為替代代用貸金來農營 我認為啊 目前啊 歌用區啊 很多公社啊 都沒有解決 不必急著 在7月1號實施 有些實施真的是很憂慮 包括來政部 他說也沒有授權給你地方自助去處理 說這個貸金啊 真的不要亂說 說下去啊 出問題 那就不得了 所以我覺得 做什麼事都要慎重 啊因為 想說你 你公社你沒有人情緒 我個人的見 看法 你沒有人情緒 是要有貸金給人 老百姓 現在我們區域的土地 無償佔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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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佔 絕用心的 阿黨的土地 當時叫他來土地 你就幾個 土地你幫我使用 你沒有錢 我便要你使用 因為 所以我 我可以動態 我讓你走 沒有你使用 這都合理合法的 那都是保障 老百姓的財產 我說 台政部 阿不會 受管理 政府的時候 人家說一百公三年 要開始 要來戴軍的實施辦法 一百零三年就要出來 那何 我們何不 等到 一零三年 一月一號 內政部公佈 辦法 我們叫你做 因為 全國 全國人 其他管制 沒有人失失了 等來實施 我剛才聽聽的 我自己 的答案 解釋 我有一點怕怕 解釋的 是不是很清楚 也不是實在 也是釋法 讓我對他 這解釋 我有一點存疑 對於 剛才的 局長 郭雄七 要發展 真的厲害 父親大 的用心 容易是好事 待機 我們也是想說 但說 要說得有 有法律的依據 不載 只於這半年 一零三 一月一日 內政部公佈版本出來 我們來實施 沒有人會講話 如果高雄市 現在公司 還有那麼多面解決 那就以以前的公佈辦法 用公設去融移 都是可以的 所以說 很多事情 支援單位 我們都依法辦事 才會出疲 也不要卸我們 掌管理不易 所以在這裡 移眾欣賞 要 好好的思考 好好的用心 高雄才能 繁榮起來 謝謝 我們下一節 再開始質詢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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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